你該不是要生第四胎吧 我跟我老公已經很久沒有發生性行為了 是身體 不可以體驗 不會啊 我有其他的東西啊 我換了好幾個耶 Oh my God 隔了19年 我都生了三個 而且他們都已經長大成人了 我居然還可以跟你見面 你覺得你都要在身上嗎 我看你誰要在身上 我跟我老公已經 大家就會想說 你該不是要生第四胎吧 我已經說過很多次 我跟我老公已經很久沒有發生性行為了 所以是沒有要生第四胎 那這個有悲哀的感覺嗎 還是其實蠻開心的 其實我覺得蠻開心的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進入到 另外一種幸福感 他只要手牽手 或是幫我們煮個麵 幫我倒個熱水 我就覺得說 啊 這個男人真的很值得私手一身 這樣會不會覺得不可以體驗身體 不可以體驗 不會啊 我有其他的東西啊 哈哈哈哈 就不可以體驗 你們自己都吃到好不好啊 你們對我買吧 我換了好幾個耶 如果說你不生 那有沒有鼓勵姐姐有沒有可能的機會 對啊 怎麼可能啊 我覺得他現在就是好好享受 他的幸福人生就好了 嗯 然後 我也不敢跟他講這句話 我覺得他應該會想 要生你自己生 他應該會 應該會就是會場面弄得蠻僵的 OK 只是我們都覺得此刻 現在的孩子的數量什麼都是剛剛好 不會想要再更多了 那你們好像要準備出國 對啊 會不會擔心 講真的我很希望他趕快出國耶 因為他在家裡就是 他可能從小被我們照顧得太好了 然後說 我肚子的 嗯 你可不可以處上次那個什麼面啊 很多事情我都覺得好像還 處在那種就是爸媽在他身邊 他很安心的感覺 所以我都希望他趕快去 然後趕快 學會獨立這件事情 應該是會擔心他叫很多男朋友吧 男朋友我倒是不擔心耶 因為他是一個 比較注重自己開不開心的人 男生他眼光不知道是太高 還是說他戀愛開關還沒有開 他看到誰都覺得說 蛤 他長那樣我覺得 欸 我不能講我女兒的 沒有啦 因為他們現在都會跟我算帳 有一個老二就是說 你是不是曾經在雜誌上面 所以問你比較不愛我 我說沒有 哪有這種事啊 所以現在不能問一下他們的秘密 最近好像一里啪的照片 然後有人在底下說 完勝小S 你是不是覺得 啊 能被女兒完勝 我當然高興到不行啊 我去搭椅子家吃飯的時候 他就說 我真的不懂你 為什麼要跟那女兒一起拍照 我說 怎麼了 我說那張舞很漂亮 他說 你看起來就是非常的愛 比例很差 你會緊張過去陪他們一陣子嗎 我女兒 我希望她獨立的話 我覺得差不多 給她去個十天就OK了 有確定是哪一間嗎 蛤 我怕我腳他會生氣耶 哦 反正是在加州啦 那是念什麼 什麼樣的科系 你幫我代碼給她好不好 上還是演藝 不是演藝 商學院之類的 法學院什麼 反正就是不是演藝 我跟你講我女兒現在真的很 很贊助意思 對 她可以說你幹嘛講我的事 什麼什麼之類的 好 謝謝 不要這樣 沒人問別的 我走囉 沒人問別的 我愛你啦 謝謝